哈喽大家好 我刚刚收到了一个快递 其实是我月底的时候买了很多一些护肤啊彩妆啊 然后香水啊什么的东西 然后呢就想直接来录一个视频 带大家一起看一下我都买些什么 对因为大家不是最喜欢看开箱了吗 差不多买满一箱的东西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第一个是个祖马龙的 这是我买了一个祖马龙的护手霜 看我的护手霜合集 为何至今还没出 就是一部分原因吧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没到 感觉是很滋润的那种 但它不是非常非常清爽 就是会现在摸上去还是会有一点点油的 但是这个味道还是很好闻的 下一个 这个是娇兰送的一个化妆包 然后它这里面是有三个小的赠品 是这种小样 我真的好喜欢买东西的时候收到赠品 这个这么小的会是我自己买的吗 还是送的呀 玉田兰花系列的面霜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富尔玛香水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瓶身的包装有点脏了 我不知道它是原本就这样还是怎么回事 我看到很多国主都有分享的一瓶 自己也买了一瓶试试 这个味道是真的好闻的耶 它的前调跟Dior的那个Misley非常像 但是往后闻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味道我觉得会比较适合 想要有魅惑感觉的 就不是说非常的少女没有那么清纯也不是那么清新的那种香调 所以不适合学生 我觉得会更适合已经工作了的人 然后接下来又是一个祖马龙的 这个是一个限量的包装吧 2020年的圣诞限定的另一支就是那个什么苦橙好像 这好像是一个返场的香味 所以呢我就想趁着既然是限定就赶紧先把它收一瓶回来 这个味道真的非常的舒服耶 祖马龙其实它们很多经典的香味都很好闻 但是我觉得它们还有很多就是大家不怎么知道那些香味也真的都很好闻 如果你们有机会我觉得可以去专柜试一下它们每一个味道 总会挑到你喜欢的 接下来如果我再出香水合集的话 我觉得这个一定会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一支香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chanel的护肤品 这个是一个晚霜来的 我觉得chanel它们所有的包装真的是做的非常有质感 就是会让人有一种想要把它收藏起来那种感觉 然后接下来我懂了 这个才是我自己买的 前面的这一瓶应该是送的小样 看一下本身是长这个样子的 在手上真的是沉甸甸的很有分量的那一种 其实很小就像一个UFO一样 然后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之后用了 好用的话再来告诉大家吧 接下来又是一个chanel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眼霜 是长这个样子的 个人还蛮喜欢这个包装的 我还蛮喜欢这种质地 因为有的眼霜就是它是那种比较浓稠型的 你涂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会流非常多的眼泪 一些颜色什么的 但是这个质地的话感觉就是会比较清爽型的那一种 也是之后好用的话再来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这个是Tom Ford的一个香水 当当是长这个样子的 其实Tom Ford真的有很多香水 味道都不怎么好闻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它真的就是那种满满的皮革味 你们知道有闻过那种家里面鞋柜一打开 会闻到那种皮鞋的味道吗 说不上来 如果不喜欢它的人的话 会觉得它很臭 当然了就是它前调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它后面会怎么样 我先放着 它就是一个皮革香来的 我觉得这一瓶香可能会更适合那种 成功男士就是已经在事业上很有成就的那种 然后下一个就是一个Zumar龙 这又是一个Zumar龙的护手霜 这一支跟前面那个底会比较小一点 这个味道会更加的清新一点 我会更喜欢这一支其实 然后之后护手霜和其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是一个娇蓝的套装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娇蓝的这个黄金复原蜜 但是它后来新出的水 我其实一直没有用过 然后我看到有这个套装 我觉得这个会更划算一支水 一个精华和一个小瓶的复原蜜 这真的好可爱 这个如果是出门旅行什么话带着它 就比直接带着一个大支的要方便很多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三支 这个复原蜜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像我之前下巴就是一整块大面积的脱皮 就是靠它救回来的 我不是一个非常喜欢用水的人 因为我觉得如果拍脸的话 会很容易留下来嘛 会弄得身上可能会粘到粘到什么 就不是很舒服 然后接下来又是一个Chanel的 这个面霜我一直都没有入过 因为我入的一直是另一款面霜 平时是比较偏乳白磨砂一点的那一种 然后这个也是第一次买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用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Hair Mist 就是发箱来的 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前段时间去费城的时候 又买了一瓶一模一样的 我忘记我买到了 我当时一直以为我没有买到这个发箱 好吧 这个就是第二支 这个我先放回去吧 如果可以 我还下一次带回国送给大家好了 不然留两支真的好浪费哦 为什么要买发箱 不是买它的香水呢 是因为Dipty它们的这个发箱 是磨砂瓶身的 就是会更加有质感 然后还有一个Dipty的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Dipty的Hand Cream 这是一个护手霜 它是这样子打开 是这种按压头的 这个的话它的滋润度挺够的 而且不会有那种非常粘的感觉 就还挺好的 然后接着又是一个Dipty的 这个是我一直一直想买的一个 是这样子的一个走马灯 然后这个是一个香薰蜡烛 然后这里面就是那个转灯的吊饰 可以把它挂在这个上面 要自己去拼一下的一块 是一个非常有收藏意义的装饰 这也真的很漂亮 之后的Vlog我再给大家展示 然后就是有非常多的Dipty的小样 我有一个专门装小样的那种包包 里面全是小样 有可能你不会真的去用它 但是会每次看到 会很有幸福感的那种 接下来又是一个Chanel的东西 这个其实应该算是我囤的一个精华了 因为我现在用的那一个 还没有用完还有挺多的 趁着打折囤着用的一样东西 然后山茶花系列这一款精华 我觉得是挺好用 至少也是非常快的那一挂精华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接下来又是一个香水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这一次主要就是买香水 因为我打算出香水盒家 但也不是说为了出香水盒洗买 前段时间非常非常热衷于买香水 就是开始有一点点香水空了的感觉 登登是这样子的一品 这个我听到很多人都说它非常好闻 加上它这个瓶身也很特别 就是这种橙色的 这个味道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现在手上混了太多的味道 它有一点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小零食 你知道吗 肃牛排的那个味道 就是甜中会带一点点微微的辛辣 但是你说它是桃子吧 我真觉得它是不怎么能闻得出桃子味的 我觉得是好闻的 但是我应该不会喜欢去喷它的一支香水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兰蔻的眼霜 这个又是我买重复的一样东西 因为我在黑五的时候在兰蔻的官网买了一个兰蔻的眼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买了一个 这个我就不拆了 如果也是可以的话 到时候带回国想送给大家 接下来是一个这个DCT的香薰蜡烛 这个应该是那种限定的包装 所以我才会买的 它跟普通的DCT的那个香薰蜡烛还比较的不一样 我要赶紧把它放回去 这个味道现在我觉得会稍微有一点点冲 然后就是箱子的最后是四支香水 是这个Cream的香水 我觉得他们家香水的味道都是那种比较偏西纹淡风 然后比较中性一点 男生女生都可以喷的那种 前段时间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就买了很多瓶回来 我一瓶一瓶拆开来给大家看吧 然后我就不闻香了 因为我现在手上是各个味道的香 然后那个皮革的味道是最重的 就我稍微凑近就能闻到 我就有点受不了 一会儿要赶紧去洗个澡 首先这个是一瓶Malaya的 是这样子的纯银色的一瓶 然后接着是这一个Royal Water 你看看这瓶是这样子的 瓶身有贴银色的标 然后是这一个 包装会比较不一样 我有点忘了这瓶叫什么 是白色恋人吗 还是什么 叫做Loving Wines for Summer 其实这个牌子我没有做非常多的功课 然后如果之后香水分享的话 我会做大量的功课 再来跟大家借稍根分享 还有最后一个是这样子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牌子 他们的包装 你一闻就知道 它是来自克里的就是这种感觉吧 就这样子的四支香 我就不一一闻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我现在心上太多味道了 今天买的基本大多是80%都是香水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 基本到这里全部结束啦 希望你们喜欢 并且看得开心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